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的什么好料吧 1985年刚从摩尔本小姐转型的杨子琼出现在皇家战士这部电影中 为了拍摄打戏 常年练武但没有武功功底的杨子琼特意到洪家班习武半年 每天练沙包打沙包踢腿 就连红金宝都说他的打戏很漂亮 可就在杨子琼准备就绪 想要一展拳脚时 不料却被一个替身硬生生打进医院直接鼓劣 这段打戏拍摄第一遍时 动作指导孟海并不满意 因为在踢的时候缺少逼针的效果 第二次替身再一脚踢出去 要说这一脚镜头够大 把杨子琼给踢哭了 可是孟海依旧不满意 准备再拍摄一次 这一次替身为了一条过 用的力气很大 杨子琼直接飞了出去 却没有站起来 送到医院检查后原来已经鼓劣 多年后这位替身说道 今天看到他在好莱坞做得那么出色 是他应得的 在杨子琼扬名好莱坞时 彼时的替身也早已在香港拥有了性命 人人都知道他叫钱佳乐 而他也早已成长为替身之王 很多人说钱佳乐很幸运 能结识到红金宝和成龙这样的大腕 却极少有人知道钱佳乐背后的付出 而这一路的坎坷 还要追溯到多年之前的故事 1965年8月6日 钱佳乐出生在香港的钱佳 家中兄弟姐妹6人 钱佳乐是老妖 虽然兄弟姐妹众多 但要说影响钱佳乐最深的 莫过于哥哥钱小豪 在钱小豪14岁时 就已经获得了第一届 功夫擂台比赛铜牌奖 两年后 他的命运就此开始翻盘 那一年他加入了少事 接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少林与武当》 看着哥哥已经出入名利场 做起了大明星 钱佳乐十分羡慕 心想自己何时能出人头地 1980年 本就不爱读书的钱佳乐 在钱小豪的邀请之下 来到了利的电视片场 做武行 只是同人不同命 钱佳乐远远没有钱小豪幸运 一直在做散工的他 常年混迹在邵氏和亚氏的片场 还经常遇到恶劣天气 有时连工钱都不会发 这一熬就是三年 然而在三年后 这一次命运的转轮 开始轰隆作响 钱佳乐竟然接到了 袁彪的电话 袁彪告诉钱佳乐 红加班现在正需要武师 还需要去西班牙 在那个时候 能进红加班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红加班不好进 也不好留 其他武行的龙虎武师说 你要去红加班啊 我们几个凑钱给你买轮椅 但这些言论 并没有打消钱佳乐 想进红加班的心 之后便爽快地答应了红金榜 用红加班签约那一年 钱佳乐才17岁 是红加班里最年轻的武师 而给他的月薪 是15000元港币 而且还是保底 相比于以前的散工 年纪尚小的钱佳乐 幸福的冒炮 钱佳乐加入红加班后 立即就被红金榜 拍去了西班牙 准备拍摄影片 快餐车 而他这一次的角色 就是替身 电影中 原彪从楼上纵身跳下的镜头 就是由钱佳乐完成的 当时从二楼一跃而下 屁股先着地的钱佳乐 痛病快乐着 因为疼痛刺激了他的感官 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又不禁让他热泪盈眶 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 钱佳乐感受到了 龙虎武师的魅力 只是那时的他却不知道 日后长达十几年的替身之路 几乎是游走死亡边缘 1985年 电影《龙的心》 一经上映 彻底刺激了香港观众的心 钱佳乐在结尾的高出一跃 让红金宝叹为官职 更被大众称为 香港电影最危险的动作之一 在当配角的同时 他依旧坐着自己的老本行 不仅给成龙当替身 还因此与刘德华结缘 拍摄《夏日复兴》的时候 钱佳乐在影片中被车撞 又出演超高难度的火人 还给刘德华当替身 彼时的他饱受煎熬 但钱佳乐的成绩斐然 这一年 钱佳乐替身的这部电影 《票房高居第二》 破了记录后 红金宝看出了钱佳乐的努力 给他发了很多奖金 拿着这些钱 钱佳乐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而哥哥钱小豪也因僵尸而名声大噪 兄弟俩似乎成了香港配角第一兄弟 为了追赶上哥哥 钱佳乐猛着势头 开始了新一年的冲刺 1986年 电影《东方秃鹰》如期拍摄 钱佳乐替身出演 但这部电影也让他吃尽了苦头 在一次爆破镜头里 钱后总共拍摄了三次 最后一次 钱佳乐被炸进了水池 杨华想上前拖住他 正要把钱佳乐向上拉 却不料将他的整只手臂的皮脱落下来 烧伤得很是严重 打不死的小强钱佳乐被送进了医院 休养了很长时间 1988年 钱佳乐替身红金宝 又穿碎玻璃 弹岩棚 然后重重的很摔在地 这一年 钱佳乐还替身成龙 在影片《飞龙猛将》中 踢出了那世纪一脚 但钱佳乐从不与红金宝谈酬劳 依旧拿着死工资 乐不思蜀 也就是他这样耿直的性格 又一次为他争取来了一次上好机会 洪金宝将僵尸叔叔的男一号 交到了钱佳乐的手上 1988年 僵尸叔叔从香港影碳杀出 钱佳乐摆脱了替身的头衔 成为了男一号 与李立真株连闭合 拍戏时 两人情愫健身 彼此颇有好感 从戏内走到了戏外 但这段恋情只维系了两年 便已分手 两人对感情从不多言 几年后的李立真 已经成为宅男女神 钱佳乐却还在老路上慢慢步行 此后在电影 魏斯里执霸王谢甲 蝎子战士 密宗威龙中 钱佳乐都顶着男主角的光环 逐渐有了名气 可正当钱佳乐有望成为 下一个功夫巨星时 洪金宝却离开了佳和公司 而钱佳乐的星途之路 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停滞不前 此后的两三年 钱佳乐没能大火 虽然期间接了一些电视剧 却也是徒劳无功 也就是这段坎坷之路 上帝又为他开了一扇窗 并让他的爱火得以燃烧 1998年 钱佳乐参演电视剧 烈火雄星 不知是不是这把烈火 点燃了钱佳乐的事业 还是爱情 拍摄烈火战车前 他结识了观秀妹 但两人只拍拖一年 便已分手告终 在那之后 钱佳乐又与李珊珊拍拖 两位香港小姐竞选人 似乎要点燃钱佳乐的事业 2001年 古装神话剧《风神榜》 一经播出 便引发收视狂潮 正是这部剧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 认识到了在剧中 扮演三木神将杨俭的钱佳乐 钱佳乐也靠着《风神榜》 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钱佳乐除了拍戏 就是陪女朋友李珊珊 变成了24孝男友 两人的感情 一度被好友爆料称 钱佳乐在菲律宾 曾向李珊珊求婚 还用筷子筒纸折了一枚戒指 田容蜜糖的两个人 一个是美艳女星 一个是名气小生 他们的爱情 不知献煞了多少人 但这段熬过七年之痒的爱情 却被李珊珊和钱佳乐叫停 八年的恋爱时间 最终竟是形同陌路 至于分手的原因 外界盛传是李珊珊爱玩 招来了不少狂风浪蝶 但到底因何分手 这二人始终三间其口 但在钱佳乐和李珊珊 首次同场之时 记者问钱佳乐 有没有和李珊珊碰面 并教她驾驶技术呢 她却笑着说道 我的年纪还不至于看不到她 她技术很好 还有个芬兰籍教练 不用我教 似乎坐实了外界的传闻 2006年 这对相恋八年的情侣 为这段感情 画上了并不完美的休止服 可是只过了一年 就有媒体拍到女星汤盈盈 主动向钱佳乐示好 不过这件事两人都已否认 汤盈盈声明 与钱佳乐只是好朋友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的保密工作 做得极好 钱佳乐也开始慢慢低调 之后的几年里 钱佳乐与汤盈盈柔情蜜意 拍戏之余 还担任各大影片的动作指导 从李安导演的色界 到陆建青和梁乐民的赤道 再到尔东升导演的门徒 这些影片的动作指导 皆是钱佳乐 而钱佳乐也在这条路上 渐入佳境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路 并且成立了年轻 有活力的钱佳班 2012年 相恋五年的钱佳乐 和汤盈盈注册结婚 在两天后的宴席上 红金宝 成龙 张雪游等大腕 都前来为她捧场 在经历三段爱情后的钱佳乐 终于和汤盈盈修成了正果 从无名小卒到龙虎武师 演员 再从演员到编剧 钱佳乐不仅实现了事业的高涨 最终拥有了美好的爱情 而她十分了不起 七年后 《使徒行者2》开播 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钱佳乐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 在拍摄之时 为了达到画面逼真的效果 剧组选用一辆针车来撞谷天乐 就连谷天乐说 拍戏时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这部电影似乎重现了港片的辉煌 而这都被打上了钱佳乐的名号 钱佳乐入行至今已有40余载 从默默无闻的产物 再到九死一生的替身 钱佳乐的前半生 似乎不能用辛苦而自了结 称他为替身之王 也是实至名归 如今55岁的他和汤盈盈 约有两个女儿 家庭事业双丰收 有人说钱佳乐很是幸运 能够从最底层攀登至今 但这份辛苦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如果替身有姓名 那么一定是钱佳乐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曲纹曲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